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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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這個道場 大概朝山 拜水燦 或者是拜涼黃燦 才有時間 就是拜佛的時間比較多 其他的共修 可能就是大家休息時間 願意利用來拜佛才有 不然的話 能夠拜佛的機會不太多 拜佛 拜佛啊 如果每天都在拜的人 會覺得非常的輕鬆 甚至於本來身上有毛病的人 很奇怪喔 我身上有毛病我能拜嗎 結果一拜 他說奇怪 我只有拜佛那段時間 我不會不舒服 如果沒有拜佛 真的是腰也痛 頭也痛 有這種經驗的人不少 有這種經驗的人不少 初一到初三 拜三千佛 拜三千佛 在別的道場大概有時候很輕鬆 這邊拜本師師家蒙尼佛 這邊拜阿彌陀佛 這邊拜觀世音菩薩 這邊拜觀世音菩薩 這邊拜大師之菩薩 可是我們從以前在能人世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就是 這邊拜本師師家蒙尼佛 這邊又拜本師師家蒙尼佛 三千佛每一拜都拜到 有些人認為我這樣不夠 我平時沒有在拜佛 假如有個一位 只能够借这个拜佛的时间我都拜 所以东班拜西班的人也拜 先开始是这样 你们想拜双拜的去后面 你弄到前面的话人家来了 没有拜过的人 人家会不知道为什么要拜 很累 可是那时候大家都很拼 我们坐在前面那些师父们 年纪也比较轻 这样三十多年下来 那天我一听听 他也七十了 他也六十几了 也五十几了 所以大家就讲 好啦又恢复一个佛号一拜 可是我从那边看过来 大家都拜双拜 就是这边拜这边也拜 所以每一个佛号都有拜到 现在变成如果想要拜一拜的人要到后面去 在别的道场来看 这个只有极光石大概只有这种怪现象 事实上 事实上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死做佣者 因为我以前还在家的时候 我每天 就是最少三个钟头 有空的时候 后来我申请调到台中以后 没有那个福报 我去福尾离家 不用回来家里嘛 所以吃饱饭要做什么 去拜佛了 去了解福怀 到台中想要去拜佛大概骑车嘛 骑脚的车还要骑个三十分钟才能到 工作又多 懈怠下来 我记得 有一年我妈妈身体有病 我回来的时候 我正好到国外去 回来呢 还没有把行李放下来 台北到场的人就告诉我 你弟弟从家里打电话来 妈妈现在身体也不好 我记得那个行李也还没有 还没有把它放下来 干脆赶快再出来做个 当时只有公路局的车 那从台北到嘉义 不是很快 还要等车回到家里 已经半夜 那医生呢 说临时要把它 要转诊啦 就转到台中去 没有 我认为 我在外面已经几天没休息 然后回来的时候 看到妈妈的身体这样 我在想 那时候我已经出家 二十多年 我可以讲 我从来 我出家以后从来没有求说 让我爸爸妈妈长寿或者是什么 我的弟弟妹妹能够怎么样 没有 我想法 我从佛法里面能够得到说 如果每一个人都心上的一些习气 什么能够解脱 大家都能够得到幸福快乐 为什么我不要用心在这上面 那一次跟我在一起的原宗师说 你要不要去求求佛菩萨 我说我妈妈也是我关心的人之一 可是她生我养我 到我今天我从国外回来 我经常到外面去 然后我回来这样子 我就求佛菩萨 我说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我不能说我出家 我去弘法 我要把这个功德只有回向给父母 可是今天我的妈妈 有这种事情 因为我一回来 完全不认识我的人 也从来跟我们到场不相关的人 她说 一看到我在台北一看到我 你听了那个电话 你不要求啦 那假如我妈妈有造业 我能够为她说 我妈妈虽然造业 我出来教我 你麻烦你就是 我的功德我回向给她 我也只能说 我用心 说我妈妈如果在过去生中 甚至在那次我也看过她 还有在切那个动生肉 不过我们那时候是很少 我说我替我妈妈求忏悔 然后就在家里有一个人 事实上她不是在佛门里面 她虽然拜观世音菩萨 有一点点就是属于那种外道 然后就是说 可以让人家问 我从来没有问过她 她经常来我鼓励她 我说你有这种能力 你用正法去帮忙人家 她那时候 她也是一个在家人 她后来她就说 师傅 我借给你一个东西 然后你拿去给妈妈 那病情终于安定下了 我很想象不到的就是说 奇怪妈妈那种病不是 好像那个医生有打错药吧 我跟我弟弟说 不对 我妈妈这种情形 我们要不要问一下医师 她说我们没有评仪性 我今天讲这个话 就是也许我们每一个人有那个业障 医生一检查 真的那个药不对 她没有糖尿病 你怎么一直在跟她打胰岛书 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看看血糖降低来 一直在昏迷 在这段期间 那个袁聪司很慈悲 她说不然啦 我们在台北的经受 我们来拜那个良法 那先开始是 我们现在会者师 他没有出家 他去拜 后来我能够抽一点点时间 跟他们换来以后我上去 我想我从来没有孝顺过我自己的长辈 我用我的心求 人家是这边拜释迦牟尼佛 我这边拜阿弥陀佛 我这边拜观世音菩萨 我不是我两边都拜 其中有一位居士 他看你出家人在拜 我后面我也拜 事实上我是已经在 我在家那段时间训练好了 我不感觉 可是他们就觉得脚要断了 然后我妈妈终于回来 在她要出院之前 那边的医生跟护士是在台中医药学院 台中医药学院 那个医生就说 我们不相信这个老人家可以你们救出来 可不可以跟他照相做一个记录 我说如果你们会认为这个经常会误诊的话 如果能够提起那些医生注意 我觉得不要紧 这是医院要求患者的家属说 可以不可以 但是没有说 那是 backward 是大的学生 那是antra 但是在癴价 所以 throne 在想 人都瘦成那樣子 不補一點魚湯或者是排骨湯可以嗎 從家裡熬某一些湯 我媽媽叫我不要講什麼 在那個時候也很難去講 拿來 她說 我等一下再吃 等我弟弟走 她就說 你把那些東西處理掉 我會常看到媽媽那種毅然截然那種心 我很感動 那我就想 我都吃素那麼久 我的身體能這樣 我想佛菩薩也在 媽媽真的很愛護動物的情形之下 回來很多年 然後要走的時候真的是自知實知 她還不願意跟我們講 好 我如果拖很長 我講這一件 其實這裡面就是說 有沒有因果 有 你的孝心能不能感動 我自認我以前 我學校一畢業 我就從來沒有孝順過我自己的長輩 所以我心裡在那段時間 我心裡非常非常難過 我媽媽後來她走了以後 我講不出來 我不是說我自己疼愛我的媽媽 我是想到天下所有的媽媽 為兒女都很能犧牲 可是多少兒女 在媽媽很用心叮嚀或者什麼之下 能夠去了解到父母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好 我在佛菩薩的指引之下 沒有做讓我遺憾的事情 可是我還是想 我沒有真正很好的孝敬過媽媽 那後來我一路走來 很奇怪 我們這裡明明不是神壇 很多人莫名到能人士 到極光寺來的人都錯了 師父你應該知道我這個兒子怎麼樣 我怎麼樣 我怎麼樣 我說你要不要聽我的話 你好好的改變自己 不是我的手 一手我就能夠把你們家裡面 某某人身上的某一些東西弄走 不相信 怎麼講都要照她的方式 然後要我 要求我能夠達到她所要求的目的 可以嗎 我如果我以前不讀書 不是我的老師督促我 我很願意接受她的 她講她的我做我的 我相信 我現在也可以青菜出於籃子 甚至於我很狹義 我都裸骨痛 裸骨 所以呢 你真正在佛法裡面 你真正體會到佛法 告訴我們 你現在講的這句話 你做的這件事情真的不合 你認為你自己很歡喜 可是你不知道傷害了多少東西 你的一個刀子下去 那個一條魚裡面幾百個蛋幾千隻蛋 你畫一下 所有的全部沒有了 那照月照多久 我們累積 然後我們在最後身體不好 我常常跟大家講 要消業障 只有自己的業 自己的習氣消掉才有辦法 事實證明 來我們道場的 我沒有用說你 你只要虔誠來 你跪在那裡 你拿多少錢 佛菩薩就會幫你 所以大家到這個地方來 能走出來也是 有人認為 我很喜歡到這個道場 可惜師父怎麼那麼遠 來啊 這裡不可以吃什麼 不可以怎麼樣 講一句話不對都不可以 我跟你們講 你們吃也不會吃到我 傷害 你講話傷害人也不會傷到我 你就是罵我 甚至吐痰吐到我的臉上 我覺得 你不小心噴到的 我不跟你生氣 我就心不用在地獄裡面 可是很多人都是要走捷徑 實在沒辦法 那這幾天來 很多都是知識分子 然後佛菩薩慈悲 讓他能夠了解到一些問題 我想用我來講 你們都會講我加油 他的趣味 天處 昨天 前天晚上 我們坐在我的會客室的時候 突然有人坐在那個邊邊上 坐了差不多一個多鐘頭 我說你是不是有事 他兩個眼睛咕嚕嚕的 一直看著我 我說 那你過來好不好 過來來以後 我們問了很久 這個真正是有事 那我說 我年紀這麼大 可以不可以不要干你 不行 那我昨天晚上也很在意這件事情 跟幾位跟這件事情有一點關係的人 我們要怎麼樣真正的在很短的時間 很有效的去做這件事情 其中有王太常居士 現在在座的楊校長 楊校長 我真的不敢預期說 他能不能有時間真正來跟大家一起拜 其實這一次他們在過年之前 就把時間安排好了 每天都能夠來 那昨天晚上呢 因為他前兩天都有幾位朋友 新的人他要招呼 而且楊校長他也很少說 有空我就進去會客室去做 都很用功 那昨天晚上講完了以後呢 今天早上 我昨天也曾經講過 從日本回來的中央社的主任 張主任 他如果很年輕拜佛我就想有什麼 我年輕的時候我也是那麼拜啊 可是他到退休的年齡了 上一次跟我們去敬年圍爐 然後他改變了 而且這一次也是從我們初一 他就說 我決定來這裡住六天 把這個我們在這裡的法會 他願意參與 我早上還有一點擔心 我說糟糕他年紀這麼大 還跟人家每一拜都拜 也是變成是雙拜啦 我今天早上才動一個念頭說 不然我要叫人家告訴他 你去拜一拜就好了啦 東邊的拜你在拜 西邊的沒有拜你不要拜 結果今天有事情也請他進去 我想我們念多少 如果是用空的或者是有所求的心 來念火不如我們多了解一點 那我現在請楊校長跟那個張哲人呢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學火的過程中 有很多問題啦 如果我 我昨天請那個吳立雲來講 大家也是非常的感動 所以他昨天講的實在是 我們平時一般人不論 那我們請學者 很多人都說 你研究佛法就好啦 你還要跟人家拜佛念佛 為什麼 有沒有因果 那我請楊校長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祝福福上 隆天護法 師父上人 各位常駐法師 以及各位連友阿彌陀佛 《聖基itan remember》 是誰 是不是 很感謝師父呢 讓我有這個機會 來這邊 但是我有时候跟我们几个朋友在聊说 当我们要走的时候 其实你当什么官都没有用 都是一样 都是悦障缠身 都可能是 都可能是 跟一般的人一样都是非常痛苦的 这个离开的这样子 那 所以我这几天呢 像师傅讲的就是 我赶快把比如说过年呢 应该要去跟人家拜访的 我就跟我同修 在过年前我们就去走一走 像现在这个时间呢 我们几个兄弟啊 姐夫啊姐姐啊 正在海鲜店吃东西 那我同修跟我就下定决心说 我们不要好了 因为现在其实到这个程度 学我到这个程度啊 其实我们进到海鲜店 我们会觉得 好像总觉得那个氛围 或是说其实会感受到 里面很多众生的那个磁场 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我就跟我们那些亲人说 抱歉我今天人在嘉义 我就不参加了 当然我想这样的事情 其实也是要下定决心啊 因为有些人你一定说 不好意思勒 大家都回去啊怎么样啊 那怎么可以说缺席呢 这样是不是很不好 所以这个一定是要到某一个程度 你才敢这样子做 因为我们跟师傅结缘也三十多年了 我们一直就觉得说 我们是个不够认真的这个信徒啊 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成就啊 但是我们其实也因为这样子哦 当然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特别是这几年 我们有机会到嘉义这边来继续工作 那更亲近师傅 然后有空我就到辉哥市去跟师傅这个学习 就像师傅讲的哦 其实别人的案例 我们如果仔细听啊 很可能我们就是那个样子哦 所以 我们好像不好说 别人讲别人那是他的故事啊 但是他的故事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那其实那个很多 很可能就是我们过去生日 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很清楚哦 那我这几天呢也很认真啊 拜到这个两千三百拜哦 那早上的时候就像师傅刚刚在跟我们开示的讲说 因为昨天刚好有提到日本呢 以前那些武士啊 在战国时代啊 曾经在大阪京都那个地方呢 曾经为了争夺那个地盘啊 曾经很多的杀戮 包括所谓是 最后当然是德川家康嘛 有什么封城秀吉啊 有什么知田信长啊 有很多很多 昨天师傅刚好在提到这样的事情 那早上我在拜前三百拜的时候 我特别一个念头啦 就想说我以前都是想说 日本有缘的众生哦 邀请你们一起来拜佛 那早上呢 特别有一个念头就想说 那如果是不是有那个在战争的时候 死伤的那些 这个有缘的众生啊都一起来 所以我在拜前三百拜的时候 今天好像觉得胸口很懵啊 好像觉得说今天体力怎么不行的样子哦 拜他第三天哦 好像觉得好像是不是该休息啊 出去外面休息的时候 也觉得说 怎么好像心脏好像有点无力的感觉 后来呢刚好就师傅那边就 说有众生要找我们就找我们去了 那我们有几个都一起做过坏蛋的人 全部就被找到那边去了 包括王师兄啊等等的 都知道一些说我们过去 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什么坏事 那善之士是跟我讲说 因为你那时候拿五四刀嘛 你看到人你就刺到胸部去 所以现在让你稍微感觉一下 感觉一下 那师傅说他早上好像脚就有抽筋了 这个脚直头他抽筋抽到这样 我站起来他就那个脚就伸到这样子 很痛 所以其实你看师傅为了 师傅有这个慈悲心 所以众生为了求救 都会让师傅感受到 那这个当然是只有师傅有这么好的 这么好的 那种慈悲心的力量才有办法 我们一般我们只能够 稍微感受一点东西而已 那等到那个事情谈完了以后 后来就OK了 就OK了 那我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师傅不断的在讲说 那个心念的问题 有没有发心的问题 那师傅以前 上次也有提过 我有这样的体验 在上至佛期的时候 我大概都这样子 我现在到了一个年纪了嘛 我们就会感恩嘛 我们看各种事情都会更加的圆融 也就是看到很多事情 就像我以前也常常举这样的例子 我们在看人生的时候 第一阶段当然你看的是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但是第二阶段 你会看很多事情都不满意 都不顺 然后都会批评东批评系 所以你会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你会觉得说我很厉害 所以这个不对 这个不行 你看到什么是 如果我来做的话 我多厉害 多厉害 你做大概都在否定一些东西 可是等到你到第三阶段的时候 年纪上了一个波恩了以后 然后又生过病了以后 那你就说 人生这么计较干什么 所以见山又是山 见水又是水 可是你这个时候 你看到山看到水 是跟第一阶段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一定知道说 人世间就是生老病死 就是爱别利 什么这些 然后就是人都是 只在一山 一口气没有来就走了 那你很多事情那么计较干什么 这就是类似像这样的心境 我想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年纪 你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我刚刚主要是在讲说 那我都有一个感恩的心 我对于说我这辈子 从以前从一个小学老师留学 然后回来当教授 然后回来 后来当大学校长 那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一定有很多当助我们的人 有很多贵人 那所以我只要知道他往生的时候 来参加法会 我一定会跟他写一个牌位 因为我只是一个心嘛 因为他以前他也没有机会学佛 所以而且他的家人可能也没有这些动作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可以帮他写一下 结果就像包括说在日本的老师 因为我后来是到日本读书 那在日本照顾过我的人 或是说台湾的很多这个 如果说我讲名字出来 教育界的人都知道 那我可能我不方便去讲他的名字 我就先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也是当校长 当到很多很多经验的 那他到最后的时候 他是呼吸的问题 因为到最后那几年 可能晚上睡觉都要带呼吸器 好像是呼吸纵端症 都要带那个东西 那有一次我跟他聊天 他只是跟我讲 人生怎么这么痛苦啊 活得这么累啊 他就是有一次出去要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下计程车 结果一个狼仓 就走一步步不稳 摔倒了 人家马上给他代表意见 结果进去呢 好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走了 因为我帮他超度嘛 我有那个心帮他超度 因为我知道他家人不信这个东西啊 那那天呢 他我在绕火的时候 他就让我感觉到 我觉得说我心脏啊 怎么跳越跳越快 脚呢 一直有点发抖啊 我心里想 是不是我体力又不行 又不行 但是我就马上观想说 如果是我写超度的这些长辈啊 你就先退一下 让我知道一下 那我等一下休息的时候 我就会赶快去跟师傅求救 果然就没有了 我那个念头这样一想 果然就没有了 那他说那一定是一定是 我就想我刚刚可能 我这次有特别写哪几个人 等到休息的时候 我就去师傅那边 请师傅帮忙 然后那个 教育界很有名的人就出来了 出来了 然后他 当然他往生的时候 最后应该是呼吸这边的问题 呼吸到这边的问题 所以那个现象就有出来 那经过师傅帮他 医疗也要吃做啊 给他喝做水等等的 然后好了以后 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讲说 我最后的时候 其实是被两个人拿绳子把我惹死的 意思就是说 他断气的时候 其实是那种事啊 那我就问说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就说 因为他有一事的时候 也是 反正大概这一辈子还在官位上 或是在这个教育上 大概以前应该也都是读书人啊 都是做过官啊等等的 为了征权夺位置哦 他就说 他在看不到的地方 然后最后就 拿他们上吊的绳子来 把他惹死 听起来真的是很可怕 当然啦 我们 我们不知道的人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只知道 他最后就是 哇 就断气了嘛 可是他这样出来跟我讲的时候 我听了真的是非常非常 我们说非常震惊啊 我非常震惊说 原来是这样子哦 我们平常能看到的那些 人要临终的时候那种样子 其实都是业障献权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 然后我就说 某某人啊 你也不会嘛 你这辈子也好几个校长啊 娘后也做了很多事啊 对教育界也贡献很多啊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哇 我们学佛的人 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然后他还跟我讲说 言罗王拿他的身子布给他看 所以他在 晚上在那边游荡的时候 就是言罗王就 拿身子布给他看 跟他讲说 你看哦 你以前哦 也当过修行人 他说对啊对啊对啊 我看过很多佛书呢 我也很懂耶 我看很多书耶 看佛法我都懂耶 我以前他活着的时候 我跟他谈说 是不是要吃素啊 要做一些这个 行的一些东西啊 他说哎呀 我都懂啊 你讲的这个我都懂啊 我那时候跟他吃饭的时候 我吃素 他都觉得你怪呢 哪有人学我要吃素呢 对不对 我也都懂啊 我都没有吃素啊 你怎么吃素呢 他把他说 然后言罗王就跟他讲说 你看哦 你以前也是出家人 也修行过 可是后来因为你 喜欢当官 然后他还讲一句话 他说 他觉得修行是很寂寞的 他受不了寂寞 所以又轻道 又偏道 求官位那边去了 然后他说 他实在真的 现在终于全部了解了 非常的忏悦啊 非常忏悦 那我就请他说 那你就好好在这边 这边修行哦 那不要再到处去跑了 因为你有刚好有这个云言 刚好失误的慈悲 你有这个机会 你就留在这边 他就说 好好好 就知道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 我这辈子我在日本的时候 他其实我在那边读书的时候 总是有人照顾我们 特别对我们好啊 比如说帮我们找一些 也许经济上的资源的工作啊 等等那样的一个女士啊 当然 我后来在想说 我适合不适合讲喔 可能 我后来想说 我在这边公开讲啊 可能也是替他 忏悔业障啦 因为他也没有机会喔 因为那一位女士 真的对我很好 真的对我很好 那我大概是在 来参加法会之前 两个礼拜左右 我在一个聚会的时候 刚好都是 在日本工作的那些朋友 然后他们跟我讲 某某人好像往生的喔 我说真的啊 什么时候 他们大概就跟我讲一下 什么什么 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练的 我说 这个女士啊 对我很好啊 我一定要 有机会 我一定要帮她超度 因为她以前也没有机会 她没有机会学火 然后那一次我就真的替她写了 她在 那个 那一位 我们台湾的教育界的名人的后面 她就出来了 然后出来就一直说 我全身都很痛啊 我全身都很痛 很多鱼在咬我啦 很多很多那个 亲密了解 都靠着她要抓她啦 我心里在想说 因为我对她的整个 整个 自己生我都很清楚嘛 我简单的举 简单这样讲 就是说 跟先生两个人 就是为了要飞往腾台 所以两个人就到日本去了 先生当然也有在工作 然后她呢 特别是比较强势一点 就代表一个女强人 然后她 变成桥铃 变成桥铃 对 就是在桥界呢 就一直想办法往上跑 在桥界就一直想办法往上跑 因为我们后来看到说 她也变成桥铃了 甚至于想要成为那个 所谓桥选的立法委员 可是后来没有当上 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当她要 争取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 家庭就 就瓦解了 搭上另外的人 然后为了 权力 就对 很多人巴结 或是说伤害 所以她跟嘴巴一直喊 她说 除了说她吃很多鱼 很多鱼一直来找她以外 她自一辈的先生不 不原谅她 她的周遭的很多的女性 因为她要真女性外面的 那个会的会长 全部来找她算这样 我当然对她整个那个过程 我都非常清楚嘛 所以我心里也有数 我相信借来来跟 杨校长讲的人 完全都不知道这种事情 可是她讲得很清楚 是 这个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说透过第三者这样来讲 那 所以呢 当然 我也赶快跟她讲说 那 这个 我叫她姐姐嘛 我说那你现在有这个机会 你 我们这个 师父的告诉你说 你要赶快忏悔 你要赶快跟他们说对不起 因为你以前不知道 所以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你赶快忏悔 她就赶快说对不起啊 什么的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我也劝她说 对不起我打拆一下 因为当时她在讲的时候说 她先生不谅解 因为我也不知道那种情形 所以我一直想 你先生怎么会不谅解你呢 她就是可能那个家庭也因为她想要当侨领 结果把那个家庭破碎了以后 她还在 未来要有那个名利她又去跟另外的人 难怪她往生了以后 她的先生不谅解她 就因为这样子嘛 那先生后来就很丧气的回到台湾 然后 一不小心车后就往生了 所以那个恨气那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她就去找另外一个 大概就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她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到说 就是一个想要争取这个功名利路 是不是 可以不可以这样讲 你看到社会上很多 很多比如在政治界的等等 那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所以这个都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 当然我刚刚的重点应该是先回到 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如果有心 像师傅讲的说 你如果说有真正心 然后我们去想到我们的亲人 想到我们的长辈等等的 她一定会得到 而且一定会来 等一下我们那个张主任她也会分享 因为她真的非常的感动 因为这几天她很短的时间 她就有靠师傅这边的姻缘 就已经获得很多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 校长讲一下姻缘吧 为什么张主任今天会到这里来 是 可能我等一下 我们几十年前 对等一下她会再跟大家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大概这个事情应该就是这样 就是说以前师傅有一阵子也有姻缘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 那就到日本去度众生 那时候大概有一些姻缘 所以就去了 那她那个时候也刚好有这个机会 就有拜见过师傅 但是那个都是短暂的 可能吃个饭 然后就离开了 就没有生坛 但是她本身当然对 她就说她不晓得为什么 很喜欢看佛书 包括经典 很喜欢看佛书 所以她看得非常多 等一下她会跟大家再报告 然后等到这一次呢 姻缘再来的时候 是已经过了三十年左右了 二十几年 三十年了 所以人生的这个姻缘 真的是非常的奇特 非常的微妙 所以 当然她主要就是说我跟她 我们也是好像说就是 好像说就是见个面 就觉得很熟那种感觉 虽然说没有很常来往 然后但是会觉得说 这个朋友是可以交的 所以一有机会在街上了以后呢 她就马上就相信我的话 然后就愿意来这边 那刚刚呢 那个有善之日还讲说 以前她也是日本的那个和尚 或是住持啊 就是自己的那 那师傅刚好在她的对面 她是以 我也有一个道场在她的对面 是 大概五百年前还是 那她是喜欢练 读经的经文的 然后讲的都托罗斯道这样子 可是都没有实修 然后雨又吃 一个都结婚 讲的托罗斯道 结果听她的信徒全部 当然没有不可能得救嘛 所以上次就跟她讲说 她旁边有十四万个以前的信徒 跟着她 要她赶快努力啊 我替她讲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等一下就让她来分享 那所以当然这个事情就是 都是跟我们讲说 真的喔 我们要相信佛法讲的这个因果啊 这个轮违啊 这个轮违啊 像昨天有一个师姐就问我啦 这里可不可以问啊 我说 我说你你有没有做过功课 我说我失误的那个大的原则就是 当你想要知道你的因果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做功课 就像我们讲说人生 其实我们每一件事情 都是我们的功课嘛 像这几天 我有聚会在师父那边 要跟几个那个师兄师姐聊天 那师父每次都在讲 我们学有除了说 这几天在这边拜啊 后面练地上经啊 回去练地上经啊 拜我啊 最重要的要回到自己的习性的地方去 我这几年一直在观察 因为我自己学教育的 都一直在观察说 啊我们明明看这个人个性 怪怪的个性有问题 可是怎么改呢 用教育 用教育心理学 用諮商 能够改吗 你有时候你去想一想 包括你的旁边那一位 你要改变他都很难喔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到底怎么样 让自己知道自己的习性 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呢 啊这个可能就是 我个人的体会啦 我当然学得不够好 就是说其实像大圣佛教里面讲的 我们可能要来参加这个团体活动 要来参加 然后经由事物的开示 经由我们师兄师姐的分享 还有自己要不断地去思考 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啊 就像我们讲说 人家如果跟你讲 你这个地方好像这样不太好 你第一件事一定是先反驳嘛 我没有啊 我人很好啊 对不对 我怎么会这样呢 像我们昨天听那个所谓利云思觉嘛 你看他那个分享 我们有一个校长啊 他就讲说 他分享那一段呢 就比你读一部经典还有用啊 因为经典告诉我们就是那些东西而已嘛 你要有慈悲心啊 你要有同理心啊 你要随时想要帮助人家啊 自己没有钱没关系 我还是有可以帮的我可以帮 自己没有东西没关系 我可以给的我尽量给 如果做到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师父每次在强调说 要回到生活里面来 至于说我们个人的那个习性 那更是非常大 我有时候跟我同修也是 有时候也给他撂开啊 我说你看我们学那么久 我们为什么有些习性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改呢 他有时候就会讲好听 我已经改了很多了 我改了很多 我说你可以再改了好不好 当然等一下一定会对我不客气 我看一下 他坐在下面 因为他心胸很大 没有问题 我意思就是说 其实要从亲近的人 像我们当然 晕缘蛮不错 我们跟师父结缘以后 我们都在一起都在同修 有的可能没办法 可能只有一方 然后可能情况就会不太一样 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说 我们也只能够说 尽量的静静的 自己赶快好好的修行 然后多去回向 多去忏悔 然后最重要的 要用很大的力气 来改变自己的缺点 因为要改变缺点 真的要花很大的力气 我自己也在想 我同修也常常在笑 你讲话都不讲 哪像在训人家一样 人家听了当然不高兴 这个就是习性 讲话太重等等这些 所以我整个来讲 我自己的深深的 可能我讲得太长一点 我自己深深的 特别是最后这一段 是这几年我个人都在 不断的在想的事情 不断的想 形式上的来参加这些东西 其实还是不够的 这个就是输入这个道场的 最重要的精华 改变自己的习性 当然习性要怎么自知 怎么样让他也知道 那可能要有朋友等等这样子 来告诉你 还有自己要有很强的 很强的那个反省的力量 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说 我们佛法讲的 就像师傅也常常在讲 佛法其实不要把它称作佛教 因为你把它讲到宗教的时候 人家就会说宗教 那你就信就有吗 你不信就没有 可是佛法其实他所讲的 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事情 所以他应该就是教育 他不是教 你不要把它当作是教 因为他讲的就是我们 人生就是这样的情况的 所以佛法就是教育 不是佛法是宗教 这个是我不断的在思考 在想的事情 我们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功课 不同的任务 像年轻的 因为都还要工作嘛 但是有一些主軸 我们不要去改 或者说要坚持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你可以 好像说这个阴阴阴阴 这个外在的这个变动 有点弹性 那是可以 但是吃素等等这些是不能有弹性的 这个就是师傅不断的在强调的 我真的是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就 真的非常配合师傅 虽然说它是最严格的 是所有吃素里面最严格的 但是想一想 当你说我有点弹性 可是当你有弹性以后 你最后没有办法解脱 那怎么办 你要再重来一次吗 下次不一定会 能够碰到失误了 当然失误是很慈悲 一定会再继续来度 但是我们也不能这样想 对不对 我们有机会 我们就相信师傅 坚信生师傅的这些理念 真的好好的修行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以后大家都到 几个时间去见面 谢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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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才退休 其實我去日本的時候 我也是一個非常平凡的修行人 可是他們經常都會請 當地的一些名人來跟我見面 我都覺得像張主任 我剛才聽他講 他從小很愛讀書 所以他在中央社 我相信用筆更比較多 那我這個是沒辦法被逼考到那個電台裡面去 又是在第一線 你來你也說話不會做什麼 可能講了幾十年 所以現在廢話也一大堆亂講話 那就是十多天前 我們在台北相遇以後 我沒有想到張主任他回去 從那天回去以後就改變 然後就三天 你看才兩天多一點點還沒到第三天 我早上我才在擔心說 哎呦 張主任他還要跟人家拜這個兩拜 想要告訴他說 偷懶一點齁 以後回去再慢慢訓練好 到後面去拜 結果就被請到我們裡面去 剛才我在那裡有時候我話真的快要講不出來 為什麼 來找他的 他來拜這麼些拜媽媽講 就是因為他有這種堅持這種改變 他今天才能來 張主任的媽媽媽在他十二歲的時候 去考株中 還沒發表的前一天就往生 其實他是督促張主任 最用心來督促孩子的人 所以張主任剛才真的是 我自己也有媽媽 我媽媽也是在戰爭的時候 我爸爸被爭掉出去的時候 還要負責家計還要督促我 所以在我這一輩子的心裡 媽媽是菩薩 是佛 也是我這一輩子 牽引我能夠走上正道的人 所以今天早上張主任的那種激動 我也感同身受 我讓張主任來跟大家分享 最近 祝佛菩薩 各位天龍服務 還有師父上人 還有常駐的師父 還有各位連友大家好 我姓張 我跟師父說有緣真的很有緣 我大概三十多年前 在派出日本的時候 跟師父見過 總共見過兩次 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派出國外 我待過東京跟紐約 大部分時間都在裡面 因為我本身是日文系出身的 所以我大部分時間在日 那麼也是那時候認識的那個楊師兄 那我在大概快四十歲的直流開始 就喜歡看點佛教的書 那時候也跟了 有我們台灣到日本去學佛的一些師傅 他們會每個禮拜開課 我常常去聽一下 包括個人喜歡看佛教的書 但就四個字光說不戀 因為我對很多的教派的團體 我是有點具體感 你們知道這個社會上很多教派 我是不太喜歡 我喜歡就自己看書 我不喜歡去接書 那我覺得教可能都有問題 那因為我在日本 我當然不可能回到台灣 說跟師傅這邊來 所以在國外的時候 我是從來不接觸那麼的教 只自己自己念書 那我是在那個2011年 就是311地震的時候 我都調回總社 我在總社然後退休 那退休之後呢 退休之後將近三年 那就是也許因為來到吧 就去年11月的時候 我突然想打電話跟那個楊師兄聯絡 但是沒有住址什麼都沒有 我就查他的一些網路上資料 知道他在台中教育大學當校長 我打過去呢 那個學生說 校長已經卸任 現在到南華大學去 我就打給他 就這麼巧 他要我說有空就來我們這裡走一走 我說可以 但是問題太遠一點 我找個時間 他說明天我要到台北去參加一個會議 就這麼巧 所以打電話的第二天 我們就在台北師範大學的那個教育會 趕我們就見面了 他就跟我談到說 那個台北有一個那個 特別那個近年念書會 那個時候我以前不曉得 他說有很多那個活動 他說介紹給我 那結果就這次那個餵牙的時候呢 師傅有去嘛 我就去了 那令我最大的改編就是 到南江去的時候 結果我才發現我的過去是 那個我是聽說我兩代曾經 他們在講經說到 但是都是很注重經文 不重實修 包括日本和尚他們也可以吃素 他們甚至可以結婚 所以我是吃素的和尚 在日本可能 我是吃婚的和尚 我在日本可能是很平常 因為日本到信他就是 然後有十四萬的信眾 聽說就圍過來 要找我 要求助於我 因為我平常接觸的一些佛教師 我當下就了悟了 我在了悟 我回去之後 第二天開始我就全數了 然後我每天是一百零八百 這是我最大的改編 我怎麼可能 我一天之內會這樣改變 而且我是最大的感恩是 這些十多萬的信徒 他們點醒了我 他們救了我 我現在是完全有回報的 心情在回報他們 我跟他們們指一句話說 我絕不辜負你們 既然我曉得這段運言 我都不辜負你們 我都不辜負你們 那麼 到時候我喜歡看書 我也覺得現在想一想 也好像沒有什麼奇怪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看書 我佛教書看很多 幾乎日本 台灣能夠看到書 我大部分都去看 有看有懂 有看沒懂很多 但是是看了不少 我常常感覺到 那個法訓的快樂 講不出來 就很願意介紹佛教書 但是不曉得為什麼 同樣的 我也不注意這個大場面 我以前在當獄官的時候 可能這些 我們那個同輩大家曉得 以前有三民主義行為教官 通常在當兵的時候 他會繼續在一個大的軍團 底下就大概一兩千個阿兵哥 你就跟他講三民主義 我曾經被判進到的地方 我覺得很平常 我深信就 就不畏懼於底下多少人 我也不小心想一想 也許有 因為我過去可能是講經的 講習慣 所以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我喜歡看書 但是也能面對大家講很多人 但是就是光說說 我沒有吃素 光說我們唸 我只是執著在經文上面 所以這次在那個地方呢 我發現我的過去是時候 我當下說就變了 我整個人生整個 包括飲食 包括什麼都變了 那麼今天早上 剛剛在那個拜貨室 就突然間師父都叫我去 是我媽媽出現 已經駛駛五十多年了 第一次 我在小學成績很好 可是我 那時候我們還要考初中 那時候沒有明試初中 我經常在考試的時候 考著台北市的倒數第二好的學校 我本來應該是前面算在第二好的學校 我那一次就那次考外 結果我媽媽是在前一天往生 所以話想一想 還好媽媽不曉得 也許她曉得 至少沒有讓她失望 我竟然敢倒數壞的學校 所以今天早上我媽媽出來了 她講完句話 她說看我在拜貨 她很高興 她看到我更高興 她只嘱咐我一句 她說以後多聽師父的話 就沒錯了 我們有因緣 能夠遇到師父 到以後多聽師父的話 就沒錯了 這我謹記在行 還有張主任 能不能補充一下 就是說 媽媽當時要往生的 那種情形 今天那個現象 當時我正常 因為我那時候考初中 我媽是在台大醫院住院 我知道我經常會去 我大概每次下課 我就跑到台大醫院 幾乎是每天都去 她大概住了大概半年 那我知道說我到那個地方去 那時候縮小也不小 但是我常常 我那時候 我小時候就是一個很盲囊的人 我常常會看天空 想東想西的 莫名其妙想一大堆 就是這樣說我不大喜歡講話的 那在那地方 將近陪了媽媽將近半年 後來她就在台大醫院往生了 那經過這個事情之後 我想有一件事情 我想跟我們各位朋友大家分享 就是我覺得 我自己想經過這個修行生活化 很簡單 把修行生活化 把修行生活化 像我的話 現在大概就是已經養成習慣 每天早上就一百零八百 這是最基本的早課 然後看至於時間夠的話 我都念 《地藏王菩薩品厭經》 然後就念那個往生奏 就這樣子 時間多多念 時間少少念 但不要間斷 變成我的日課 我想這個 我應該知道 這是個持續的工作 不是今天做明天不做 寧可忙的時候 斷掉沒關係 但是最後還是不斷 你可能今天真的很忙 可能今天不能做任何工作 沒關係 明天不要放 這是我自己期許的 既然我曉得我的過去生 這裡很多事情 我看得更清楚 我想就這一點 我自己想說 我一定要把修行 融入生活裡面 變成它的片片段段 都在生活中 這是我自己期許 而且我最大的期許是 我不能讓日本這些 有緣的眾生 辜負他們 讓他們失望 這是我自己唯一 今後要自己期許 不管萬確的 我先讓講一下 好 我們非常謝謝主任 跟我們分享 好 請回座 每一次我總是希望說 大家來不是只有拜 能不能讓大家真正去了解到 動個念頭 做個事情 不管是 剛才說日本 那個是500年前的事 我們有在一起過 可是每一次我們信徒 有些時候我已經來拜了二三十年了 怎麼不斷的還有事情發生 昨天早上一大早他們跟我講 師傅 那個盧老師 早上差一點昏倒在外面 我心裡在想 在家裡是不是平時都是睡到九點起床 現在四點都要起床 當然會昏了 可是昨天下午還是又有另外一位說 他到了下午在某一個時間念佛的時候 差一點要昏倒 人家已經要請晚上吃飯了 我就想 這檔子我又沒空吃了 他們就一起進來 真的都是照夜 因為我們今天來的人 都是我看到很多都是生命孔 盧老師 你還要不要來跟大家幾分鐘講一講 真的 大家一起照夜 盧老師是名罪 所以我不要請他準備 他應該可以能長能短 能說能伸 可是我急的不是說 有沒有故事講給人家聽 是說自己過去照了夜 那個夜沒有跟人家緩的時候 會有一點什麼樣的反應 我不敢講果報 人家的都是果報 我的是反應 那不對 師傅 各位藏宿師傅 各位年姚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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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昨天那一條夜障很複雜 我不是做回來的 我只是想事 要教會 我也是 我真的要教會 大師的 我不是做回來的人 那真的要教會 我不是做還是想事 去做還是想事 要教會 一樣的 我沒有做 還有一個 我沒有做 我沒有缺過一次早課 當然在家是沒有那麼早起床 可是在市裡面就要過市裡面的生活 我不敢不起床 那昨天那個情況很奇怪 我當時那個整個黑掉了 我就想說 我是不是要去床 我當時那個包伸的 就是isp will others 我就記憶著 宇度姬令的人 無法向右衛 我才覺得是不沙漠 remaining 可能是因為太早起 可能身體不適應 我就想說那好沒有關係 師父這樣講啊 那我就不敢去找師父 沒有啦 心裡還是知道有一些事 對 我心裡就想說 我無論如何 就是剛剛碰到這種事情 就要去找師父 自己照的也要自己跟人家 這個真的太沒有志氣了 我就想說不行 我還是要自己衝 如果衝過了沒有怎麼樣 那師父猜得對 那如果衝了還是要趕苦 就是我對 結果就是依然就是昨天到中午 到昨天五點多 我們晚課做完一千拜拜完 那拜完之後我出去 就有我們有一個師姐 櫻南的兒子在外面民生順順 櫻南是我的好朋友 他說老師 我很怕這樣 現在要怎麼做 我說你和我一樣 我說不久 那時候呢 現在要吃飯這樣 我們現在要找師父 師父也是說你先吃才會比較起來 然後昨天就跟他說 我的大女兒 跟我說媽媽 你早上也這樣 然後現在又剛好碰到這樣的事情 你不借這個機會 我知道你自己不想 可是弟弟這樣子的話 你不想幫他一下嗎 你跟他進去啦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好 那就 我本來是想跟師父說師父 有這個事情 我下去吃飯吃飯起來 啊好 法研師父啊 好 師父你怎麼要假爸 可是師父聽完之後就 就請法研師父說來幫一下忙 然後根本就坐下去沒有兩秒鐘耶 喔 那個法研師父就昏倒了 昏很久喔 師父一直叫他給他噴皺水 我們旁邊一直搖 他就沒有醒 很久 差不多足足十分鐘應該有 那後來 後來我就跟旁邊那些幫忙的人說 那你們繼續幫忙 我要去拜地上王菩薩 跟菩薩講一講 至少讓他先醒過來啦 要不然師父要怎麼救他呢 因為他完全都沒有反應啊 不知道要想怎樣 然後後來求完菩薩我再回來 還是沒有醒 後來我突然想了一句說 是不是那個宮廷後宮內鬥 你們是嫔妃嗎 因為我累次在師父這邊處理 累次我的所有業障裡面 大概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這種內鬥的 就是爭權奪利啦 排除異己啦 不是做官的就是做妃啦 做什麼的 不是在朝廷的 就是在後宮的 很多的就對了 那我第一個我就想說 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嫔妃 然後那個再把 顏師父身上的那個眾生才說 不是嫔妃 他們是嫔妃旁邊的宮女 那開始就講一個故事囉 就要講 現在我要接著講了 所以那一次呢 師父是我的母妃 那我在猜母妃是什麼東西 母妃可能是皇帝的妃子 那我們做兒女的當然叫母妃 不曉得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也沒有繼續問那個名詞 就知道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劇情 那說喔 說我是師父的長上明珠 那師父很痛就對了 但是師父很嚴 所以我經常很不錯的 那師父經常就是很嚴格的教我 那我小孩子不聽話啊 或者是從小教中 甚至師父會氣到把我關房間這樣 所以每次我被師父這樣 責備啦 處罰的時候呢 我就要找對象出氣 師父如果我講不對 請師父糾正我 因為實在很複雜 那找誰出氣呢 就是找說那個時候在後宮裡面啊 就有一些也是都是嫔妃 我想師父大概這個母妃 應該也是嫔妃之一啦 說那個時候就有一些嫔妃在爭權 爭那個地位 那我就找在跟我的母妃 在爭的那幾個嫔妃 我就想辦法 有一群人喔 包括就是那個昏倒的那個 昨天一起的那個議程 然後還有我的大女兒 哲君小女兒 還有法研師父本身都有 就是我們這樣一群 然後我就出點子 我就說指揮 我指對師父為了這個事情 他有責備我 指揮說指揮這一群人 去怎麼樣呢 去故意說什麼要敦補藥啦 要對那些嫔妃好 其實要給他們 就是懷孕的時候生出來是畸形兒 這樣 讓他們就是沒有機會有後代 那這種事情我好幾次都這樣做 還有一件事 其實在後宮的人 大家要互相爭權請養 我又希望大家都是能夠很和平相處 那不行的話 我拿你來責備 然後就是希望他們也能夠好好聽話 對就是說 母妃就是藉著要責備我 然後要教育他們 那可是我們這些人其實不了解母妃的心意啦 所以就在後宮就亂搞 那甚至於弄到就是說這些 嫔妃的服侍的這些宮女 逼他們就說要頂補 頂補什麼要帶雞 帶雞 帶雞 帶什麼 那些宮女都是女孩子 都沒幾歲 然後就逼著他們自己拿刀 昨天那個法院說拿那個刀那個樣子 我真的看起來很害怕 那就是一隻羊被他們一直殺 殺很久都殺不死 血流滿地 還不死 那個在講的時候 法院師傅自己本身 那個樣子就是很驚恐 就是當時那些宮女的樣子 那師傅當時就說你看 那個指揮人的習氣 很注意 就是說我幾次這樣指揮誰做什麼壞事 指揮的習氣沒有改 那這一次還是在指揮人家 要注意不要指揮錯了 指揮對的是沒關係 所以我當時真的是嚇了一跳 那然後呢 後來那個出來的那個善知識 就是那個宮女 就指著師傅說 你好 你當時是不是最有地位的 可是你很嚴格 就是說你很希望大家都做對的事 很嚴格 胸起來都嚇死人 然後我就跟那個宮女說 沒有啦 現在我讀母妃 現在已經不是母妃了 她現在是師傅 所以師傅已經改了 她已經沒有像以前 那個這樣子的嚴格 然後師傅聽出一個端 那你師傅就說 好啊 這樣你們現在我對你們比較鬆的 這樣好 那你們做不到的事情 或是飯桌都沒關係 我現在改了 我後來 回去之後 哲君跟我說 媽媽 妳有夠白胖呢 呵呵呵 我一直爭 一直爭 一直爭 就是辯解啦 解釋啦 所以那個宮女就說 我就是 這個嘴巴 就是只要我認為對的 就是解釋不停 解釋到對方 蛇服 我才會 放牠叉這樣就對了 所以你看阿長師傅說 我來講 我說不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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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不是解師傅 不是解師傅 現在是師傅 她本來就是要嚴這樣 現在那個宮女還不說 你看你現在不是在解釋嗎 所以我的心里就觉得我其实在改 可是你看不知不觉还是在做这个事情 这个讲这个习气真的很可怕 就是嫉妒啦 然后对人刻薄啦 争权夺利啦 爱指挥人啦 爱解释爱辩解 很可能我当妈妈两个女儿也是 他们只是可能不敢直接就说 妈妈你还在辩解啊 可能每次我也是都说得贏就对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大家要借敬 就是说不要像我这个样子 到这一世已经跟师傅这么久了 不知不觉什么事情还是要解释 要解释要解释 其实说好听是解释啊 说明啊 说难听其实就是在便宜啦 不认错就对了 师傅这样就可以了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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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最近进去几分钟了 没事 又差不多了 我也上来一个多钟头 你坐一个多钟头 上来一个多钟头 无非是希望大家来这里了解 到这个地方一定要来学活 真正了解道理 我們能夠改變 我們才真的得到醫癒 果得你把那個腳皮都敗到流血 頭抗到頭都已經有包了 我們的心氣正常靈體 還在道夜受報 所以我覺得這種三路保衛 大家的分享 我們要持久還重要 好 我請大家站起來 去吃飯還是要觀獎員的長輩 像張主任 他對於他的爸媽就來告訴他 因為你來理活 我可以出來